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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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是 我们到这儿就结束吧 毕竟我们这个故事 一开始特别的答案 没事吧 没事吧 谢谢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苏继时 一个地质学博士 比起普通女生 我更喜欢风餐露宿 黄山飞沙的生活 还有这个 能够探究宇宙真相 沉甸甸的梦想 一个个都坚持住了啊 勘察完这片高地地质公园 你们的国外下令就结束了 跟上 跟上 粉膜状态多 无原岩石颜色 全褪色 分化级别较高 大家注意 这里岩石分化程度不一 采集样本的时候注意安全 好 好 苏老师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行程啊 要不我们合张赢吧 行 苏老师 近距离看 你真的很像我喜欢的演员 当红演员苏简 挺会聊天啊 对我光维 并不能让你的实习报告加分 真的很像 我先你看 苏锦的脸上有一颗类质 只不过苏老师你脸上没有 行了 不是要拍照吗 我们去山顶上拍吧 那边风景好 这风景也太好了吧 我们来这边拍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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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够退 把你的脚后的那个支撑点 我慢慢拉你上来 撑住 撑住 这里完全没有风化的痕迹 怎么会这样的 在同样的外部季然条件下 同种岩石风化层厚度越大 只是风化的程度也是越严重的 刚才我在被风区域 已经探测出这一块 已经出现了墙风化特征 而你刚才看的那一块岩层厚度 要高那么多 风化程度一定是 比我探查出的地方 要厚更多的 咱们去那边低处拍吧 走 大家摆好扣子哦 一 二 三 茄子 既然是探讨学术 不 见一下也可以 喂 喂 被盗号了 怎么还是要用这个网友箱 姐 你最近还好吗 有一阵子没联系了 有点想你 但知道你在忙客题的事情 所以没有打扰你 我最近遇到一点烦心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出去走走 散散心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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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灰尘 保持桌面清潔 细节决定成办 确保公司面貌 每时每刻都要在最佳状态 沐总 沐总出差辛苦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给您发的邮件 我怕您在飞机上没时间看 特意打印了一份 三点一二后面是什么呀 三点一二 十七月第三号 这四舍五入就是三点一二 原始数据是三点 三点一二四七七六 这个零点零零四很有可能会影响 整体适风方案的沉重事故 例如机器超服务运转 矿动垮塌 如果发生上述任何一项事故 你准备就用一具四舍五入 来陪清关下 我马上回去重现 这次出国回来 怎么火气这么大 你见了苏博士 该不会是个男的吧 神经病 等了两小时人没来 你个时间机器居然会等人啊 加薪报告不批了 别啊 这个苏博士真是太过分了 居然让我们家伦伦等了这么久 小消息 晚上的宴会呢 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了 保证让你母亲满意 行 确保一切顺利 我照顾你睡在什么时候面这么软 谁呀 怎么了 你谁呀 他有谁呀 我是方姐 这位是阿珊 对不起 对不起 给 你到底是谁呀 苏小姐 我是您妹妹苏锦青的经纪人 这个是她的电话 刚才您打通咯 这个是她跟我们公司的一人合约 还有商业合约 还有这个是我的身份证 护照和房产证各种证 请您过目 你们要干吗 苏小姐 我们也不想这样啊 我们来找您呢 那也是因为锦青她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就是人找不着了 苏妈妈我们也联系了 都联系不上 目前只能确定 她们是安全的 嗯 范哥 不用找我了 我只是有一点累了 以前休息一阵子 再慢慢出去转一转 我知道你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我就先站后走 要我休息好了 不会联系的 锦青怎么了 难怪会给我发那样的邮件 你们最近有见过吗 没有 在八岁那年 我们一个跟了爸 一个跟了妈 这些年聚少离多 上一次的见面 还是我第一次去地势夏琳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实际上是另有一件 只有您能帮上忙的事 我们才来找您的 这段时间 我们想让您代替您妹妹 成为苏姐 什么 你们把我妹妹气跑了 我还没追究你们呢 你们想算在我头上来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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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危险 回来呀 苏小姐 您只要等到锦青回来 就能功成身退了 绝对不会超过三个月 菁青如果不出现的话 所有的商业活动都要开天窗 那就完蛋了 你就说她生病了 如果违约的话 菁青已经借到 后年的电影电视剧项目 全都无法正常启动 苏姐要赔偿违约金的 赔多少钱 我贴她一点 一千万 八小时后 如果无法正常坐回国内飞机 赶上第一个活动的话 还要再赔上三百万 一级二二二五小航班 马上就要抵达 此次的目的地 滨海市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解释一下吧 你竟然找了一个 假女朋友糊弄我 这里面的条款 这一条条写的是清清楚楚 你看那日期 这 这还有一个月 马上就到期了 你说吧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 对外宣布 你俩分手啊 怎么可能啊 你们兄妹俩哈 照着你爸走得早 是联合起来骗我呀 和清婚婚欺负我的爸 好 我们怎么会骗您呢 你 妈 是这样子 我前段时间去国外出差 除了工作 还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可我想的是一回事吗 开门 快 找妈的手机 找手机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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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这儿这儿 我等你跟姜阿姨说一声 快快快 喂 阿姨 你没有的事 嗯 如假包换 哥 真有意 你怎么办 你去通知高雷 安排好一些 还有 通知一下搜紧金金 对对对 我马上去办 苏博士这次啊 真的是帮我们大忙了 我不是帮你们 我就是不想紧性赔钱 苏博士 请坐 这些呢 都是你妹妹的资料 请您公募 如果需要补充的 可以随时问我 准备好了吗 未来三个月 你就是苏锦咯 像 太像了 我 还能再不像我一点吗 姐 好 好女孩 不能说大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忍住 要承认的冲动了 还要得怎么样 苏姐 辛苦你忍 你妹妹走的是 古兵清纯小花女性 只要你不说话 那就是如假包换的苏姐 来 咱把衣服换上 那就是十六三二三大 非常漂亮 我要怎么把它放下去 都遵忍到 还想遵定 一 二 你衣服穿几号啊 是多了四号 是少了二号 你妹妹穿零号 所以呢 方哥 小霞那边说会 会长催催咱们 脱 脱不住了 不是 这 黄姐 衣服脱了 车到了 来了来了 小苏姐来了 我今天做你梦的好不一样 什么鬼 这么多人 我真是上了贼穿 我都十年没有穿过高尔鞋了 你妹妹穿裙子 会用守护着胸口 她走路有点微微的那把字 她喜欢描左边的头发 把嘴巴给在我的后面 果然 城市有时没有业外的感情 再坚持一下 佳苏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 您有个助理叫吴丹霞 小霞 注意点心想 是我应该想一点 行了 赶紧带我去厕所 走走走 穿裙的真不方便 我这受的什么罪啊 不管是朱西市儿时朱山市 在这边区域实现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潜变质火山碎蟹炎 加温昆化石家让李子熙 我的了 这样的组合在去年 就已经探货了大型规模以上的 矿双准处 并且 最新一期的世界地质潜意里面 有一篇文章论证的 就是这种 海南技术的实用型 我就不给你复述了 文章里面写得很清楚 没想到这事还能遇见 学术上的知情 写这篇文章的人 刚好学会华人 不过没想到是个女博士 女博士怎么了 通过了 喂 这事啊 放手 放手我又听到了 我现在要进去 偷听你讲电话 好像不太礼貌吧 公共场合也不算偷听吧 再说了 你这么精彩的 性别评解发言我 还不想听到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那个我是谁不重要 我就是明博普通通的女性 我没有不懂女性 恰恰相反 我非常尊重女博士 她们受到的 社会压力更大 你就是觉得 女性歌方爱能力 不如男性吧 来了 来了 还来得及 对了 这活动中这么简单吗 对对对 全程听我指挥 只需要说一个英文单词 是 是 还有YES 是 冯姐 是 冯姐 好 烂烂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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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右边 往左走 左 左 对 好 直走 舞台套第一桌子就是 现在坐过去 来 小锦 到这儿坐 来 跟她打招 叫她华姨 这是你妹妹关系 很好的阿姨 华姨好 来来来 小锦啊 今天这身衣服呀 穿得真是漂亮 我们小锦呢 活着生的衣架子 修伦娜是真有福气 你这眼里啊 只有你阿姨 没有你 快就你二叔一个 二叔好 一起 来 这个华姨到底是谁 你瘦的要是谁 你别管那么多了啊 赶紧上场了 这酒还不错啊 什么情况 还打光啊 来 现在 挽着她的手 跟着她走 我说什么你就跟着坐啊 因为我说什么 我说她说什么 你还不错 让她走 修伦 修伦 刚才是你 头顶我打电话 你 放点什么情况 嗯 我收到的流程上 没有这一趴呀 小组姐 靠近就近了 怎么感觉你好像不太一样了 没有啊 怎么手还想剪呢 前几天拍盐去了 嗯 我怎么不记得 自留生喜怀的会拍盐 我之前不是最擅长调节目的吗 那是锦卿我考虑回 搞什么呀 搞什么呀 再这样下去非露下不可 换一首快点的歌 什么情况 疯了吗 疯了吗 先过了今天这关 剩下的后面再说 可以啊 他今天是吃醋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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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感谢沐总和苏小姐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蹈 把育肉活动推向高潮 下面让我们期待 庆功宴的正式开始 小苏姐 你消消气嘛 别那么生气好不好 沐修伦是谁 苏锦的男朋友 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景清到底喜欢她哪一点 他们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 你在车上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 你儿子也没问过我 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 赶紧交代 你好 沐修伦三十岁 EXP矿野集团的总裁 三年前在一场私人玩宴上 和景清认识的 两人彼此有好感 第二次见面呢 就是一个月后 沐总从南极回来 送给了景清与小平 南极的海水 两人就此决定了关系 海水 浪漫吧 这是破坏生态 有什么可喜欢的 景清到底怎么想的 还有多好啊 充分符合了景清女明星的身份 和粉丝的换 想 人家两个三年间 那从来都没红过脸 还时不时的 还往外撒个糖什么的呢 他们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 你想听对内的还是对外的 停 等我没问 这事舒服多了 小素姐 我开玩笑的 还有最重要的我还没说呢 小蓝 小蓝 我发现你认识小苏之后啊 那出风头的本事 可是如何春清啊 嗨 小蓝叔 我们也只是为了 活跃一下气氛 来 我敬你一杯 哥 我先去准备一下 以茶代酒 敬掌杯 了解的是你自律啊 滴酒不燃 不了解的呢 叫望主尊大目尊长 还有啊 我发现你在你们堆里 待着间太久了 变得可可忘了 这年啊 就是衣服 生意才是手足你知道吗 那二叔今晚独身一人 是在裸奔吗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笑话 你个小丫头骗得懂什么呀 没大没小的 我也开玩笑的 好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重磅环节 各位来宾都可以期待一下哟 这可以一下 这没完没了的活动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二叔今天独身一人来 难不成是在卢根呢 哥 你是偷看哪个大大文理的台词吗 你说要跟我那句话 像是苏静佛说的 我想 怎么感觉她今天能变得个人生 管她变不变得 别耽误今晚的设计 有请牧总 快去吧 这次惊喜跟苏小姐有关哦 最近越来越瘦了 什么情况 你刚才走了太急 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妹妹和牧总的情侣关系是合作 我是有剧本的 不是吗 今天想要求婚这个桥段呢 求婚 苏静 今天这个方面 我现在想象了无数次 也排练了无数次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 什么是爱 让我懂得什么叫做珍惜 我爱你 不光因为 你为我做的事 还因为 为了你 我能做什么事 我愿意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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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别 别 别 对不起 不能带你去我 你去吧 你们谁能告诉我 苏锦她到底想干吗 为什么拒绝求婚 为什么好好的华尔兹不跳 非要跳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更诡异的是 她还偷听我跟老王讲电话 还帮那个我之前看过的 一篇论文的作者说话 孟小曼 没什么要说的吗 你以前从来没有在我面前 主动提过苏锦的名字 不重要 现在是你的睡眠时间 你却在这儿跟我说苏锦 哥 你要跟我先去休息休息 别生气了 休息 你告诉我 怎么休息 妈那边 你去交代 有点意思啊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两个呢 一个保证现场 一个安排脚本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苏锦今天 为什么会拒绝 我就一个写进来脚本的 我哪知道啊 我为了保证不出岔子 这剧本我只删到一句 你也得死了 高凌哥 你可以坐这儿 对啊 方锦那边呢 也道歉了 说苏锦可能今天是心情不好 让他明天来公司亲自道歉 你不会对苏锦感兴趣了吧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 我会对他感兴趣 你明天让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明天让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包给我了 不就说了句弄吗 比三百万 那的确是咱们违约在先啊 这是锦青家 对啊 未来三个月就是你的家啦 锦青的工作量还挺大的吧 是 是有点超负荷 从入行开始啊 他很少休息 怪不得他压力大 好 黄姐 你今天跟陆秋轮 合作还剩多少时间 还剩一个月 要不咱们再坚持坚持啊 那经济约呢 还剩五 五年 你不接吗 不用看我都知道 都是客户发来的 那肯定都是听到你拒绝求婚的消息了 唉 素杰 这个合约没了呀 很多东西它就 它就不一样了 锦青从入行开始啊 演技就一直在线 但咱们这个圈子有好演技和好形象的艺人 从来都不缺的 小锦能走到今天啊 真的不容易 但说不定哪天就被淘汰了 所以才更要小心守住现在的一切 我知道他压力大 我也知道咱们公司为了赚钱 让小锦工作超负荷 可这样我们就更需要跟沐总合作呀 赚了钱才能跟公司解约啊 是不是啊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那合作的事咱们明天 我再想想 那你好好休息啊 今天辛苦了 Midwest了 ins killing 你天心万苦想和时限的梦想 真的要突然放弃多数生命太有默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姐姐你快醒醒 刘欣 我们终于听到刘欣啦 等我长大以后 要当地质学家 每天都可以捡到流星 那我要出现在电视上 这样姐姐不管去哪里捡流星 每天一开电视就能看到我 我就可以唱歌给你加油了 小景一直很努力 这些都是她的见证 蘇姐 我知道找你顶听妹妹 是点很自私的行为 你如果觉得太为难 我也不强求 我不会让你现在 轻易失去的 喂 苏姐 喂 冯姐 我不解约了 还有 我有惊喜要给你 老板 你已经在车上开了五个会了 确定今天一整天都不上去 昨天现场那么多人 该看到的都看到 我不要面子啊 你看我现在领域动不动 现在应该还好吧 老板 如果现在苏锦来跟你道歉 你会原谅他吗 道歉是必须的 是原不原谅的 除非他跪下来求我 原谅我昨天的失误 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们结婚吧 好 孟总 现在很冷啊 太后一枪 昨天的事还没找你算账 别生气 他们都在看着呢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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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琴 你努力抓去的生活 姐姐一定会替你收拾 沐总 我记得我让你今天来 是为了昨天拒绝求婚 道歉并说明理由的 今天的求婚到底什么情况 昨天我就说过 我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违反我制定好的一切 你换了发型 没跟我报备 熟练的华尔兹不跳 非要跳什么线带 你是热舞 还有 你不剪黑了 我胖了 你的手还 发型的是封面排水需要 没来得及跟你说 这要热舞 那是因为现场的气氛 不够热烈 那我作为艺人职业的 本能想让红头起来 手上有紧 又胖又黑了 不好意思 没有人规定 艺人休假的时候 我只能宅在家里 不能就户外运动了 我平时就是喜欢去拍人登山 这有问题吗 还有 我觉得我现在的身材和肤色 非常的美 但是 你这些变化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所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证明你在未来 会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合作伙伴 要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谈谈提前结束合作 和赔偿损失的事 对任意识说 忘了是假方 我可以解释 我的性格变化是因为 是因为 是因为 是因为我不想再走青春小白花的路线了 对 没错 其实呢 你也看到了我的处境 我已经入行三年了 那不管是我自己 还是我的团队 都希望苏简他有一些性格上面的改变 所以这次不管是拒绝求婚还是反求婚 都是我能够引爆热点 顺利转型的事件 就是这样 转 转型啊 转型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 因为我认为这样子才能有最佳的效果 而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 我这次不仅成功突破了我的人设 而且在这一次反求婚所带来的传播效应 让归公司的股价 在一个小时之内逆势上涨 突破了今年最高位 并有望继续上扬 怎么样 顾总 那这样的结果您不满意吗 好 好 看到传闻了吗 所有东西呢 都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规律 一旦这样的规律被打破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灾难 总裁说话不这么浮夸吗 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在此期间 不要再有任何事情影响我所制定好的一切 如果听懂了你可以走了 你的意思是 不提前解决了 这事就这样了 好 那我们怎么去忙 我走了 转型 不会是敷衍我的借口吧 你不按剧本来 沐总不追究了 我听说她可是恐怖程度高达一百颗星那种啊 你说一百颗星了 天上的星星我都吹过我怕她 对了方姐 你把锦卿和沐修伦的合作协议 你发我一份电子版 你要锦卿的艺人合同我能理解 你要沐总跟锦卿的合作协议干嘛呀 都只剩一个月了 就是因为还剩一个月 我才要看看 嗯 发你了 苏姐 嗯 甲方提供相应资源支持 甲方每月需与甲方约会三次 约会内容不限于牵手拥抱肢体互动 在家留宿 这 air一会儿 是 大脸的 这个人给你了 探测一颗心 时光等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当冰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随脑流到永远 Love with 陪你到天晴 天的温柔化科学道理 心动是最好的默契 聚光等照亮的瞬间 如人生梦境中旋转 爱就在身边 要多看你一眼 当冰山遇见了太阳 波雨时划过了心房 刻下的纪念 随暗流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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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方寰山遇见了太阳 年父金关照明 永远 地关照明 未经许可遇见了太阳